来看一位离奇的车主啊 也是车技非常惊人啊 怎么了 这事呢 最近发生在贵州省建河县的一条马路上 当时车主呢 是驾驶着小轿车玩飘移 结果是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豪车 而正在过路的一位行人 也幸亏及时躲避 才躲过了这一劫 这是事发时停车场监控盘下的景色一幕 一辆白色别克轿车 行驶到进程路段 司机脚踩刹车 操作车辆突然发生甩尾 碰撞到了停放于酒店门口的一辆 北京级牌照的黑色宝马越野车 当时正在过路的台先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并躲过一劫 事发后 赵氏司机下车查看了车辆受损情况 然后就驾车离开了 随后民警调查发现 赵氏驾驶员去年八月因醉酒驾驶 驾驶正被吊销 而事发当天 他侥幸驾驶车辆来到县城 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 无证驾驶还玩飘移 而且还肇事逃逸 胆子也是够大了 我看这位司机呢 得多和警察叔叔谈谈心了